听说你猪哥实力增强了不少 是时候一蹶高下了 我们将对你发起最后的冲锋 你的小弟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洗干净脑子 记得多放点糖 我喜欢吃甜的 谨记 乔治爱德加 什么玩意儿啊 这次江王不是对我发起的挑战书吗 还想吃我的脑子 我随便进花园随便挑几个子 我去 把我的植物全毁了 好好的巷子葵变成了一朵菊花 还被人贴在了窗户上 江王博士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啊 他们是无辜的 然后我发现两朵吸金箍被扔到了水池底下 捡起来应该还能用 在我做了两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之后 两个吸金箍已经生龙活虎了 江王博士 我来找你了 既然可以移动 那我们直接把吸金箍移到屏幕外面不就行了吗 那就来吧 江王博士 经常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两个吸金箍之间可以产生 强大的电流对僵尸造成伤害和减速 而且伤害还不低 那么这一关呢 每一个僵尸会掉落两件装备 那么在我诸葛的带领下 两个吸金箍能否战胜江王博士呢 来了两个樱桃 我觉得两个樱桃来的是不是有点早了呀 前面的僵尸很弱的 我不需要这些樱桃啊 他就只有炸了呗 两个高坚果还不错 可以在二次路挡一下 这个樱桃 直接炸了吧 我去四个辣椒兄弟 这四个辣椒来的跟没来一样 我真的不需要啊 前期我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那就只有炸路障僵尸了 好可惜啊 还好来了两个机枪射手 我去我刚放下 现在只有一个辣椒来吧 两个吸金箍还不错 现在我们有四个吸金箍了 可惜这两个吸金箍不能移动 把囚兔在了第四路 这把我们必须为植物们报仇 案发现场你们已经看了 一片狼藉 所有的植物都被吃碎了 江王博士你好狠毒啊 又是一个火球兔在了第五路 我们第五路是输出最高的一路 看见这两个阳光谷 我就来气直接给你惨了 收集阳光收集个屁的阳光 放了一个巨人僵尸 这么早的吗 巨人僵尸 我的天 我们中路只有一个豌豆射手 怎么办 我去不是吧 巨人僵尸加一个杆冷球僵尸 你再来 还有一个橙杆跳僵尸 我去这就麻烦了呀 我们的吸金箍只能跟着他们移动了 又是一个橙杆跳 还好我们二路有 来个好植物 来个好植物拯救一下 阳光箍 阳光箍只有用来抵一下了 对不起 刚才阳光箍 我不该对你恶语相向 看看把球坐在哪一路 我去三路 没事没事 小鬼僵尸问题不大 模仿者 这个大老花来的很棒 变小魔术了 直接变小魔术 变小吧 养个加龙炮 这把我看你还怎么输 江王博士 现在投降的话 我会饶你一条狗命 但是如果你非要和我对着干 我会对你发起最猛烈的攻击 我去又把球坐在第五路 你是对我加龙炮怀恨在心吧 我不过就炸了你一下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把球坐在二路 问题也不大 我们直接一发收拾了 四个地磁王还不错 地磁王在这个版本 对江王博士可是有奇效的 哇 这一个偷就过分了吧 刚好偷这三个 我去 虽然目前我们的植物还不多 但是我们完全是撑得住的 又是一个橙杆跳僵尸 送卡片的 看看掉了什么 我去铁铲僵尸 这玩意儿必须得炸了呀 这玩意儿一铲一个 我的铲子怎么被他偷了 保护伞四个也还行吧 可以防一下小偷 哇我的地磁王就过分了吧 两个仙人掌也还不错 哇这个小丑僵尸 哇小丑僵尸好坑啊 我的地磁王全给炸没了 冰车也来了 冰车 来个加龙炮吧兄弟 来了来了加龙炮来了 冰车给也死 不要捋我的植物 还好还好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真哥也来了 真哥直接放下面 放在打江王博士啊 冻结冻结 我的加龙炮被吃了 我的天 又来两个真哥 还砸 四个寒冰菇 四个寒冰菇 江王博士他不下来了 现在哇毁灭菇寒冰菇要消失了 他现在反而不下 我去全消失了 这只能炸了呀 铁铲僵尸也来了 江王博士已经很久没有下来了 有点想念他 我去 我的后面的植物全都被你们搞没了 来的是什么植物 两个豌豆射手 我真的服了 铁门僵尸怎么办嘛 两个豌豆射 我去这个冰车 这马把我搞心压了 我的 我的锡金库被掠了 我的第六路的锡金库被掠了 失去了 失去了这个 闪电效果是不是 完了 这个冰车怎么办呢 我的天 不是吧 江王博士 江王博士 为什么 为什么掉落两个卡片都打不过江王博士 这也太难打了吧 没办法了 好的 我是猪哥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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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